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梗21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经理助理 有请小梗 女嘉宾小郭22岁来自内蒙 是一名微商 有请小郭 想分手是吧 不想分 不想分 对 那来这干嘛 就是我可能脾气比较大 我想让他改改 他脾气现在是太大了 而且他生气起来 不管不顾的 逮着啥就摔啥 就是我俩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真的特别好 因为我是去 我是开学前去的那个 就是去他家那边 去辽宁玩去了 去亲戚家 因为我是做微商 挣一点钱 然后自己补贴自己呗 怎么就跟他 然后就是我搜附近人来着 然后我搜到他了 然后这玩意他也跟我打招呼 我俩也加上微信了 就觉得真不错 就是他做事方面的话 就是挺体贴的 就做事特别周全 就能把你想到的事 想到的想不到的 都能给你办了 然后我俩就想 反正两个人都单身 可以先试一试 就是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这试了多久了 试了到现在也快两年了 也快两年了 对 试的就是对方脾气都比较大 他脾气不大 他特别暖 就特别暖 那你干嘛那么大呢 我可能直来直去 我直惯了 就是反正有点事 他别碰到我底线 碰到我底线就不行 看来你底线还挺高 我底线还可以 说说他怎么脾气大吧 受不了了 开始我们俩在一起 开始感觉还挺厚的 到去年六月份 就是出了大概四个月的时候 他非要跟我关联QQ 我感觉这都属于个人隐私吧 不是你不给我 你怕什么呀 没事的话你给我呀 那我后来不也给你了吗 可是给了你之后 你就怎么样啊 你居然杀我QQ好友 我觉得这个错不全在我吧 我删你QQ好友肯定有原因呀 你六七十个QQ好友 我就删这一个 你就抓着这一个不放了是吗 那是我同事 结果第二天 我上班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 我把他给删了之后 你知道当时我多挂不住面吗 你同事连个备注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删的那些好友 不是太过了 同事之间聊什么 聊工作吧 生活 生活可以呀 你简单点啊 你不能什么都问嘛 吃饭了吗 睡了吗 哎我头疼 不是他 我头疼时候 你咋没关系关系我呀 我头不疼啊 我看完我都头疼死了 他能够说我不也是 就是表示尊重吗 我要吃饭呢 他能跟我聊一些工作的事情 那你还要送药去呀 你咋没说给我送呀 你知道你上完他之后 我们以后在公司 再在见面的时候 我都尴尬吗 本来都没有什么事情 经过你这么一整 好像真有什么事似的 不是你们公司挺忙呀 有多少工作 你俩在公司了不了 哎我看到的聊天 技术就是天天吃了吗 睡了吗 这难受那难受 就你俩就没有好时候了是吗 我带他去看看呗 干啥呀 不是所以你的结论是 我觉得他俩关系不一般 那你们当时才交往四个月 就这种男人你就别要了呗 对啊 我就不想让他放弃他 那所以你删除这个是没有用的 我就觉得大家现在好奇怪嘛 这年头谈恋爱谈的 就是你发现有问题 你还不走 还说我 是有高底线的人 这叫高底线吗 不是我希望他能意识到 那个女的 他不知道那女的喜欢他 他傻呀 别人喜不喜欢他不知道啊 说了你自己信吗 他平时也不大 怎么说话什么的 所以说一般有女的 问他怎么样 他就是有一搭没搭的 就那么聊 毕竟你说我俩是这么认识的 我保不准他以后再 跟别的女的这么好上了呀 核心关键在这儿啊 接着说 他就是这么 总是这么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都是有原因的 真的你要不这么说的话 我都不生气 一提我气更大了 大概是去年十月医保 我俩本来异地 异地恋大家都知道特别累 他说他想去看看 我说行啊你来吧 从我接他的手 绑个手机开始聊 聊聊吧可以啊 第二天吃饭中午的时候 我跟他说事呢 然后还绑手机 刺着牙点的美 美啥呀 你看看我呗 当时那么多人 你就直接把我手机 给扣到那儿了 你知道我多美面了吗 你总是这样生气气来 不问候我真的 不是你刺牙点的 笑我不生气啊 你要咱俩吃饭 你在那儿坐着 你在那儿吃着 然后我问你话呢 你再拿不洗礼 然后我在那儿 绷着手机 我在那儿刺牙没 没半天 你啥感受啊 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就走了呀 把我自己扔到那儿了 我为啥要一个人走啊 你能聊那些什么玩意儿啊 你吃饭了吗 你在哪儿呢 在哪儿你是说了 在山东呢 问你干嘛呢 跟朋友吃饭呢 跟哪个朋友啊 你直接告诉他 跟女朋友吃饭不行啊 我有必要解释 那么明白吗 我干啥都告诉他 咱俩在一起了 你不是一个人了 你不用跟别人就是说 一点都不透露出 你没有就是说 有女朋友这个事啊 你有女朋友 你可以跟别人透露呀 那你也不能把我自己扔到呢 我从辽宁到山东来找你 就是因为异地恋 我就怕你没有安全感 我直 后来怎么好了吧 谁低的头 我低的头 试过低头的 但是他也提了条件 说如果我再发生 跟别的女人暧昧事件 他就把我手机给扔了 我以为是分手 原来就扔手机啊 多背几个手机就好了 没关系 我以为这是气话 真没想到他真给我扔了 那就说你后来真是暧昧了 就是我跟别的女人 只要一聊天 他就说是暧昧 对 就是今年三月的时候 真的太过了 他说反正一地恋 就是总这样总这样 我说你过来吧 我平时也特别想你 然后他过来了 他在我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 人生地不熟 我介绍他就是说 我那些个同乡呀 或者说那些聚会呀 比如说他家那边的 有老乡什么的聚会 我也拉着他去 本来我都不爱去这些 我就是怕他无聊 结果他就借着这个游子 骗我 我九点给你打电话 问你干嘛去 你说你跟学长去吃饭去 十点给你打电话 没人接 我是不是给学长打电话了 学长说 你俩家只是妹子在一起 你跟谁在一起呢 我想问问你 后来不跟你解释了吗 你那是解释吗 我那打电话 已经打得什么样子了 你才接呀 你才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你是不是说完之后 我直接打车就去找你了 你干嘛呢 给小姑娘搬家呢 行啊 都可以啊你 那你也不能当着我俩面 直接把我手机给扔了 还扔我手机 我就扔不动你 我扔不动你 顺你也撇窗下去 旁边邻居都得看着呢 我不觉得磕着呢 我脸往哪放啊 小姑娘是什么 什么小姑娘 就是她说是在我们 同乡聚会认识的那种 小学妹什么的 啥时候加上的我都不知道 反正我是比较好奇了 还觉得我脾气大 当天是咋回事呢 是学妹最 别解释了 说怎么收得厂吧 然后我就摔门 我就直接就走了 我直接回宿舍了 我气都已经完了 后来怎么又好了呢 她还跟我扶软了呗 扶什么软啊 然后她就是给我买饭 然后我是买了菜的 她租那房呢 然后做了饭去找我了 然后第二天找我的 其实她当天晚上完全就可以找我呀 我气不可能那么长呀 当天其实我气已经消了 她第二天才来找我 你的气消得倒也挺快 我觉得我是太喜欢她了吧 不是你喜欢她什么呀 我没看出来 她对我好呀 她对我好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好 可能是我爸脾气也大 他就是一个翻版没脾气的我爸 这就完美了你知道吧 你这就完美了 你想又像爸爸 然后又没脾气 这太完美了 双方见过父母吗 他带我去见过他父母 真的他带我见他父母 我真的挺感动 也算是对我一种认可嘛 小公司最怕就是出去一下 出时间长了 谁都不见 你说这个我更来气了 他居然当着我爸妈的面 跟我吵架 大声地吼我 不是我不要不吼你啊 当你爸你妈妙我能吼你 我也不是那种婚礼不讲的人 你干啥了呀 我当时那么给你使眼色 怎么跟你讲 都干嘛了 他就是带我去见他各个朋友 然后晚上我们一块吃饭去了 他们就总开他和一个女生的玩笑 回家之后 他朋友给他发微信 问他对他还有感觉吗 啥感觉 谁呀 那是我前女友 前女友你咋不告诉我呀 我也没想到同学聚会 他能去呀 是同学聚会 没想到他能去是吧 都能去 还是他不能去 他不是你同学呀 你要回家之前 你朋友说之前 你告诉我一声 能发生这事吗 这都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你朋友问完 你都回个话 有感觉没感觉呀 我就是怕你生气 我才没回他 我就是怕你生气 我才没回他 然后你就看到了什么 对 我就吵起来了 对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结果然后我俩吵起来 他妈进来了 问我们怎么了 我希望的就是说 我怕以后 他妈对我有这种 不好的印象 我希望他能给他妈 解释一下 我俩是因为啥吵的 结果他跟我试验课 就是说 易子你别说了 这种事没必要 让家长知道什么 怎么没必要了呀 你这不应该 跟你妈解释 就是调解一下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你还在那 就是一脸委屈 你委屈什么呀 那你也不能当着 我爸妈面 就那么吼我 结果闹得我爸妈 都不怎么同意 咱俩在一起了 最可气的是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走了 那我不走我还咋待啊 你跟你妈都不解释 我再在那住下去 我有隐呢 本来我还想 咱们第二天一起吃个饭 好好解释解释 没想到你真的 不管不过来就走了 那就散了吧 我看 真的 确实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就 为什么不散呢 我就很奇怪 后来你们俩怎么又在一起 然后又到了我们这呢 我知道我错了 他爸他妈是长辈 我不应该到这长辈面 跟他发火 我也可以 之后再怎么对那火 然后你就跟他道歉了是吧 对我跟他道歉了 道歉之后呢 道歉之后就是我俩 也是好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俩异地 就是基本上就是属于 一个月也就见个两次 两三次那样 他在辽宁 也在山东 对 然后今年我也毕业了嘛 毕业之后 然后他就说 之前的话 现在我们也可以去市里 找份工作呀怎么样 他又过来了 然后在我们市里 然后找了份工作 但我都不知道他忙什么 我就 等于他不在老家干了 他去山东了 他就从辽宁 直接来山东了 他投奔你了 对 我也感觉 他除了脾气不好一点 其他的就是 对我还是蛮不错的 我没听出来 他对你怎么好啊 他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 自律 对 然后 什么意思 就是他倒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 异性朋友 爱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对对 我感觉一个小姑娘 上学 然后做一些微商 自己赚点钱 又挺自立的 然后他还 就是我工作上 或者生活上 有一些烦心事 我都给他打电话 他都就是开导我 毕竟他他就是属于那种活泼的 但是他发起脾气来 就真是不管不顾的 所以你就奔他去了 是吧 对 去了以后就应该好了 还吵吗 本来一开始是没什么事 但他全能见属不见尾 我想知道你在哪 基本上知道不了呀 太难了 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基本上就 您不打电话 正在通话中 你干啥呢呀 那时候我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份 助理的工作 然后就是每天挖掘一些新客户 然后帮经理 就是订一些机票了 然后做一些这种工作 然后他就是每天 他除了上学 然后也没有什么时间出来陪我 然后我就把重点 还是更看一样是工作吧 你是把那些重点都放到工作上了 我想知道 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天天捧个手机 你说你开发客户什么的 用下那么多就要有软件吗 不用吧 我怎么没下呀 我后来不也让你谢了吗 我谢了你完了呀 我谢的目的在那呢 没达到作用 等于这姑娘一直就觉得 这小伙子应该有好多人喜欢对吧 对 既然有我一直喜欢他这样的 肯定也有很多人喜欢他这样的 你是这个理论 明白了 他总是这样无理取闹 是这样吗 是他无理取闹 还是你经常朝三暮四 我感觉我没有 今天来干嘛 我们再明确一下 我想让他改一改 就是说 当然我脾气肯定得熟 我知道我脾气太大了 我就希望他就是说 说我脾气大的时候 就是想一想 他为什么发货了呀 怎么平白不发货了呢 你听这些事 听起来其实事都不是特别大的事 我要把它简单地总结 我基本觉得 这女生今天是来闹关怀的 你会发现他 所有发脾气的时候 都是这个男生不关心他 而不关心的表现 就是男生盯着手机 在刷屏 对吧 对 总盯着手机看 对吧 心里会觉得 他根本就不愿意看你 对吧 对 嫌你长得也不好看 是吧 没有 好看吗 好看 爱看他吗 爱看 爱看你看手机不看他 我也是为了工作呀 呸 为了工作 这就是女生的心里话 就是难道我真的 一点魅力都没有了吗 你的工作 真是一天24个小时吗 对吧 对 听明白了 你来干嘛的 我就是感觉他脾气太爆了 让我们给改脾气 那你们就给改呗 我看你们谁有本事 把这姑娘脾气给改了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是准备给他改脾气吗 我改不了 这是个脾气问题吗 我改不了 就是 然后我能回答刚才你那个问题 哪个问题 你说他们俩来干嘛来了 对对对 因为他们两个谈恋爱的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无聊 所以上了QQ 然后发现了彼此可以聊了 所以两个人开始聊起来了 所以他们谈恋爱的目的 仅仅是因为无聊 并不是因为真的有多喜欢那个人 刚才你说 你说姑娘你来是为了讨关怀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从头到尾 一直在抓小偷 你所有的内心当中想法都是 他其实有外星对你并不专一 既然你都这么想了 为什么还一定要在一起 那我只能想 原来你要的是 既然是我选择的 我就一定要改造 因为你那么的自立和那么的自律 你就相信自己能把这个人改造过来 所以所有的这一年多的恋爱 你其实想改造这个人 你都把他招到你身边了 但是其实你发现你根本改造不了他 所以不如放手 因为他所有的举动并不是符合你要求的 就说男生两个举动 第一个 你跟女朋友吃饭 你说有别人在跟你微信 问你你跟谁在一起 你说跟朋友在一起 照我的逻辑是 如果我告诉给另外的人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可能更不用解释了 因为别人不会问 但如果你说我跟朋友在一起 对方就会问什么朋友 男的还是女的 那这个朋友关系有多好 这才会引起误会 所以你有鬼 然后第二个 刚才回答那个问题 女生问你 到底有没有感觉 你们因为有没有感觉 几个字吵架 你的回复是说 我怕他生气 你怕他生什么气 如果你说我对我前女友没感觉 你怕他生什么气 我死活想不明白 所以我在想 你原本内心想法是 其实我对我前女友可能有感觉 但是我不能说出来 看见没有 女人的想象多可怕 因为我只能这么去想 因为人本能的东西 他们本能的脱口而说 你们两个最开始相爱的时候 你要去追女生 你肯定脱口而说 我喜欢你 你不会有任何的想法 你不会想 我要说我喜欢你好呢 还说我爱你好呢 还是说我特别欣赏你 你不会想那么多 你想怎么你就说什么 因为你不害怕 因为你内心当中 就是对他很爱的 但是你没有 所以你根本就不爱他 你们从头到尾 就是太无聊了 玩了一场无聊的游戏而已 而这场游戏的名字 叫警察抓小偷 而不叫爱情保卫战 所以你们没有爱情 何来谈爱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来 去坐 我问个问题 就每次吵架之后 谁服软的次数多 我不要多 女生吗 我其实能大概理解你 就是有一种状态 你会很生气的 我明明看到了 特别可疑的一件事 然后我追问过去之后 对方很巧妙地逃避 他不正面回答 我刚才听到 连续有听到几个细节的问题 他的回答的语言体系 特别巧妙 就是女孩问你 你为什么装那么多 交友的软件 他不是回答说为什么 他说你不也谢了吗 他的回答体系全是这样 所以不得不让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有那么多值得怀疑的事 为什么不能敞开了说 就比如前女友 我就不相信 如果你们之间 没有什么暧昧的举动 或者是一些相处的方式 为什么会有人问 你对他有没有感觉 为什么你又不直接的回答 不 我没有感觉 所有这些问题 前提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而你恰恰就隐瞒了这个原因 你的女朋友呢 是性格有点直 或者说太过于简单 看到的就是你的表面脾气好 可是你是软中带硬 就像一拳打过去 打在棉花上 是没有任何反馈的 而且打的人觉得那么 是自己错了吗 又什么都没打到 其实你已经逃避掉了 所以还是正面回答问题 你对他专一吗 我感觉挺专一的 你感觉挺专一的 都没有底气 你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犹豫了 回答的既没有底气 也不果断 你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心一定不是全在 这个女孩身上的 你唯一心在这个女孩上的原因 就是两点 第一 这个女孩很自律 跟你所接触的那些女孩 不太一样 第二 这个女孩很让你放心 第三 在你没有找到一个 特别合适的女孩的前提下 你是不会撒开她的 因为这个女孩的确是对你好 如果说爱的话 这个女孩一定是 对你的爱是大大过于 你对她的爱的 听明白了吗 知道为什么你每次那么生气了吗 你试出去找到那个点 但是你没有抓到 或者说你没有抓到 她真正把她逼到一个死角里去 你用的方式不对 为什么这些一定是想 不让她妥善的去 完全的去解释 比如说焦越 你干嘛删她呀 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装那个 对 你直接告诉我 现在跟谁去聊 为什么 这不就很简单解决问题了吗 寻找一种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会让你很快地辨别一个人的真相 我觉得这个男孩不可靠 我建议你跟他分手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杜老师 他说你自律 同时也很自立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以为在夸我 从某个角度上是在夸你 夸你像一盆仙人掌 就是不需要每天浇灌 它也能够自意生长 你是不需要人管的 你明白明白 间接地说就是你作为一个女人 对于她来说是没有魅力 我从来没听说过 那个男生在夸女生的时候 会用自律和自立 多半都会说 哇 她好阳光啊 她好楚楚可怜啊 她好温柔 说的都是她的魅力 而她说你 像在说一个中性人 因为形容男生也可以这么形容 没有她你活不下去是吗 你刚才口口声声在说一句话 你说我很喜欢她 我相信很多女生 也会像我一样喜欢她 你知道你这种话说出来以后 她内心是什么感受 如果是一个爱你的男人 听见你这么形容自己 她会非常感动 但如果对于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你这么形容她 她只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我吃定你 所以你想想看 你还有魅力 她说你自律 说你自立 但你恰恰缺少了一种自尊 你的冲动是很廉价的 你每一次 那火蹭起来的时候 她就会觉得 哇 你看这个女生多在乎我 我吃定她 这是第一种感受 然后当你每次火下去的时候 她又会想 你看这女生多好哄啊 你的火来得快 也去得快 结果就造成了 你每一次的冲动 每一次的在乎 都是廉价 你好哄 你好骗 你好痒 搁那儿就行了 所以你想想看 在一个男生心目当中 你是一个很好养 很好哄 很好骗的人 那你在她心目当中 还有多少价值 我跟你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心里有她 对不对 如果你心里在乎一个人的话 你就会在乎她的感受 对不对 你就不会去做 她不喜欢做的事情 对不对 当你跟别的女生聊天的时候 你心里就会愧疚 对不对 你问到她有吗 你知道这个女生 是这么记挂你 牵挂你的那个人 你为什么还会莫名其妙 跟一个不是很相识的女生 去搬家 而不跟她打个电话呢 因为你心里面根本没有她 你不在乎她牵挂与你的牵挂 你知道吗 所以说坦诚地承认吧 你没有多喜欢她 大家伙说的真没错 就是有这么一个傻女人 又好痒又好骗 又好哄 搁在那儿 你想要的时候 可以要点关怀 你不想要的时候就搁那儿 可不可以帮别人搬搬家 所以 你才今天跟她之间没有分手 明白吗 但是你知不知道她内心有多痛苦 没有谁是喜欢自己发脾气的 就像她所说的 为什么每次我发脾气的时候 你不想想 我为什么发脾气呢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只是在想 这有什么 她即便是今天气得发高烧 我待会回去 我稍微一哄 她就好了 你信不信 你就是心里是这种感受 就是她呢 好糊弄 知道吗 所以你没有那么喜欢她 所以趁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她 索性说个明明白白 马上说清楚 今天别出来 行吗 就这个 这个世界你记住 没有啥 可你知道吗 之所以我傻 是因为我还愿意你骗我 其实我真的不傻 所以你扪心自问 你真的没事吗 好了 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 黄金 六十年 咱们俩在一起 也两年多了 这两年多了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